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刚才我们看到确实停止SAT作为入学考试以后 对我们家长带来一种心理变化 就如何应对这样一个形式 另外一点也可能ACA5也可能获得通过 那这面对的亚裔可能面对的非常不利一个情况 当然除了我们这个集合力量反对以外 那对于很实在一件事就是我们家长面对这样的情况 你觉得应该怎么办 ACA5 SAT没有过ACA5 照现在的这个状况来看的话 压抑有什么不利跟ACA5的时候的比较 第一我们现在疫情当中没有办法表达我们反对的意思 在ACA5那个四年之前 我们可以组团到SACMENTO去摇旗呐喊表达反对 去写信给当地的众议院参议院那些议员 反正去表达我们的反对 造成很大的声势 让他们知道我们多么反对 那现在ACA5提出来以后 压抑一点警觉都没有 有警觉也没太大用了 因为没办法组织很强的反对声音去 最多就是用email change.org这些 它根本不会理你 所以对于ACA5通过 我抱着很不乐观的态度 就是说它一定会80%会过 假如那个通过的话 这是我们要面对这么一个事实 然后再面对UC的系统不用SAT 其实不用SAT也不是光是UC这个系统 在美国其他州 其他的学校也酝酿不用SAT 这是一个整个趋势 换句话说 学术的成绩 学术的标准的重要性降低了 没有以前那么高 那么我们亚裔的父母也好 学生也好 我们培养下一代 也许我们要真的要静下心考虑一下 我们从前培养小孩 在学术上面的优秀 当作唯一的标准 是不是真的正确 我们仔细地想想看 也许我们除了在学术成绩上面要优秀 学术上面的水平要提高之外 我们还有很多其他的 我们到了美国 不是在以前我们祖国 社会环境是不一样的 我们其他还有什么要提高的 我们的教育 从头基础教育 到我们专长教育之间 整个过程是一个怎么样的培养的方法 小的时候 我们在国内的功课很多 每天都很辛苦 都做功课 可是在美国好像大家都在玩 就没事 完全不一样的 这有点不一样 可是后来到最后 美国培养出很多优秀人才 为什么 因为我觉得培养一个孩子 从小到大 很多特质 除了学术 你懂得一加一等于二 懂得开平方 懂得维积分 这些数学算得很快 除了这之外 人的本身的特质的培养 非常重要 这也就是其他主义的观点 看的不一样的地方 在美国的学校 小时候培养你什么呢 第一个 培养你好奇心 培养 有好奇心 才会去 每样东西才会去 才会去注意 才会去学 到底是怎么回事 所以要培养好奇心 培养学习能力 培养创造力 所以很小就要做project 一个东西由思考到 做成一个成品 没有人教你 你自己想 培养好奇心 学习力 创造力 还有跟人相处的 我们叫得志体群 也有那个群 群就是跟人interaction的 proper不proper 跟人合作不合作 培养一些牺牲的精神 团队的精神 所以为什么美国 注重体育 打球 那个球队 球队是一个 培养合作精神 最好的一个地方 对不对 因为我把球穿给你 你去投篮 你去胜了 你中了一球 大家都有功 所以培养小孩子 从小 培养他的学习力 创造力 好奇心很重要 还有培养他表达力 这些都非常重要 另外就是在长大的时候 培养他们的坚韧性 对一件该做的事情的执着 然后在大的时候 就要培养他们组织力 所以为什么大学 申请大学的时候 他看你有没有参加社会活动 有没有参加社团 参加社团还不够 你当个社员 这表示你有参加这个社团 你要多点参加社团 去参加这个那个这个 没有错 这表示你有这个心 其实不够 那他看你怎么样 你有没有组织社团的能力 你当了社团的头 当了president 不错 你能够带这个社团 可是你更强的是 假如你这个孩子 能够把一个社团 从无到有 把它组织起来 从idea到实现 都能够一串做出来 将来到了社会上 你就能够把一个project 从思考到做成 都做得出来 这是一样的 一回事 那么所有的知识 都是垫在底做陪衬 你要是知识很够 你能力很强 可是你没办法去用 你就废掉了 除了做学术研究 待在实验室里面 每天做实验 你不用跟人家接触 你就接触做一样的东西 假如你正在社会上面 要有成就 变成一个领袖 变成一个领导者 能够把一些事情 做出来的时候 这些特质每样都要有 所以培养小孩的时候 除了你的小孩的功课 就换成学术 学术也非常重要 学术面要广 什么东西都要懂 而且厚 每样东西都懂得比人家多 每样东西都懂得比人家多 然后你专业那个要升 直接升升升升到最底下去 看你多升就多升 那是你的专业 然后专业能不能够发挥 就要看你陪衬 其他的知识面有多广 天文知不知道 地理知不知道 你讲一个东西的时候 都能够relate才知道 这样的话 你将来的竞争力就强了 所以光是考SAT 真的只是看你的学术成立高不高 学术成立高也是一个基础 没有错 可是我们怀疑在哪来讲的话 应该思考思考 培养小孩子的方向跟方法 对 是这样 实际上从维权 当然是我们要维护亚裔权益 但是同时我们生活在社会 是一个传统的教育观念 是不是要转换一下 其实像我们小时候 在中国大陆 学习死记应倍 但真正的时候动手能力很差 做什么东西弄不好 然后在很多人面前 不敢讲话 没有一种训练 跟美国完全不一样了 当然很多就是说 我们的家长 还是都希望自己的孩子 进名校也好 或者是出人头地也好 但是首先 就在这样一个大的 心理和文化背景之下 还是要更多的要转变 要适应美国这个社会 是 进了名校 不一定就出人头地 进了次种的学校 不见得不出人头地 因为名校跟其他的学校 基础训练有差异 可是差不多 假如进名校 你要到学术研究 可能是名校比较好 那当然了 那另外 我觉得另外还有一个培养 就是培养孩子 一个社会感 社会心 就是要一个人在社会里面 不是光是你自己 要有一个牺牲的精神 要有奉献的精神 所以美国这种特质 我觉得比中国人来得比较强 所以要有 换句话说 你有很强的能力 可是要用在正面的地方 你要是有很强能力 用在负面的地方 去偷去抢 去怎么样在银行里面 能够弄点钱出来 在法育边 里面什么 这就有点漏洞 这就不好了 可是你要有能力 你要把这个能力 用在很正面的地方 然后造福社会上很多的人 那就是我们培养教育的目的 对 其实我们以前采访了一个玫瑰花车的时候 每年不都有那个玫瑰公主吗 对 那选出来这个人并不一定很漂亮 不一定漂亮 对 但是实际上它是经过五个方面 就看人家学校 是不是社团 组织社团 然后参加义工 然后讲演表达等等 是 这是一个全方面的 它的美是美在全方面 不一定是 它的外表的美丽 对 外表的美丽 还只是其中的一项而已 对 今天陈教委为我们分析了 这个优西大学或者其他大学 停止萨特作为入学考试背后的一些深层的原因 同时通过这件事 也提醒我们家长 反思我们的教育理念 如何更好的融入美国这个社会 所以谢谢陈教委为我们做的精彩分析 也希望观众通过陈教委的分析 能够考虑一下 在这样一个情况下 怎么更好地教育自己的孩子 让孩子真正成为社会的有用之材 谢谢 谢谢主持人 谢谢各位听众 谢谢观众 好 谢谢大家 谢谢观众